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脆皮茄盒的做法 吃起来外锁里嫩,非常的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洗净的紫茄 然后用刀切去根部不要 切好后再用小笔刀削去外皮 把茄子头部切去 然后切成夹刀片 第一刀不要切断,然后第二刀切断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刀法 切好是这个样子 再准备点打好的肉馅,倒入葱姜 加入一勺食用盐 胡椒粉少许 再来点生抽 料酒少许 蚝油一点点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打扮着肉馅发粘就可以了 下面开始做茄子 茄子片中加入少许肉馅,用手捏扁 肉馅尽量不要漏出外面 捏好放在盘中备用 像这样一个个都加入肉馅 下面调一个脆皮糊 盆中加入面粉200克 玉米淀粉70克 70粉5克 泡打粉8克 然后用手把所有的粉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分次加入清水 然后用手打扮成糊状 吸丑度像这样能拉丝就可以 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食用油打到面糊中 这样炸出来更加酥脆 脆皮糊打好后下面开始炸茄盒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把茄茄放入壶中 用筷子把茄茄沾满脆皮糊 四层油温下入锅中 小火一个个下 茄盒下入锅中立马飘起来 油温正好 然后用筷子把茄盒翻个面 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炸 然后用罩底把里面的残渣打去 炸茄盒一次不要炸的太多 炸成金黄色后捞出控油备用 然后用罩底打去锅内的残渣 把剩下的茄茄用这个办法全部炸完 炸好后捞出控油备用 继续打去锅内的残渣 油温提成热 倒入炸好的茄茄再复炸一遍 复炸15秒左右 炸好后捞出控油备用 这个茄盒就全部炸好了 把炸好的茄盒撒上少许椒盐 一道脆皮茄盒就做好了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